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说我就愿意看爱情片 有的时候愿意看武侠片 还有说我愿意看悬疑片 有点意思的 那么如果把这几样都一块 说既有爱情又有悬疑又是武侠的 是不是会更有意思呢 那么去年有一部电影 在市场上引起了挺大的反响 这部电影名字叫秀春刀 他就是集武侠悬疑爱情于一身的这么一部片子 而且它有着比较强烈的历史背景 那么这个片子之所以吸引人 它的合理性就来自于它的历史背景 因为它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明年间锦衣卫的时候 包括这里的还有历史上诸多真实的人物 像魏忠贤 魏忠贤当时是东厂的头子 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皇权控制下的特务机构 东厂西厂锦衣卫 都在这部片子里头有一定的反应 那么你看这里头的锦衣卫 为什么这片子叫秀春刀呢 它是因为锦衣卫 它的标准打扮是手拿秀春刀身穿飞鱼服 而这在一些人眼里看 这帮人就是历鬼 有那么句话吗 叫飞鱼秀春人鬼之分 你弄上这身衣服 你就历鬼 谁叫你都怕 你看战友里边 有两个巡夜的兵丁 晚上在街上巡逻 那边怎么有动静 那炕怎么回事 出来 是锦衣卫 怎么了 快动 过去看 别管 咱赶紧跑 为什么 锦衣卫在那抓人 就是这些巡城的兵丁都怕死锦衣卫 为什么怕锦衣卫 锦衣卫就干两件事 一个杀人 一个抓人 你别人在那杀人放火 违法的 他们是合法的 为啥 他的权力是皇帝给的 陈大人 在下北镇抚司 沈列 沈大人 重点是锦衣卫 半夜传我宅邸 也该有个说法 我为何在此 大人心里清楚 陈大人 令地就剩一条鸽 你给他留着 你知道 在下要的是什么 你带我走就是了 所以他是合法的杀人 合法的放火 合法的抓人 你想别人能不怕他吗 比如说这锦衣卫 你看这里边 三个主人公 老大叫陆建兴 老二叫沈恋 老三叫静衣川 这个沈恋的扮演者 是出了名的大帅哥 长得颜值极高 所以你看在里头 扮相漂亮 不光人长得好看 拿着绣春刀 穿着飞鱼服 那简直帅透了 尽管这哥仨是三个穷鬼 但在电影里边看着 这颜值相当高 说为什么这个飞鱼服 绣春刀 这是锦衣卫一个标志 咱们先说这绣春刀 说明明这刀是杀人的兵器 绣春刀 这名起的挺风骚 为什么叫绣春刀 这个绣春刀 是大明年间 这个黄泉 就官方 给这个东厂西厂几一位 这些机构配置的特殊的刀具 说白了 你们可以使这刀 这个刀被称为绣春刀 为什么叫绣春刀 皇家发给你的 得体现皇家的威严 你像皇上比方说穿龙袍 什么都是那种黄色的 绣春刀也是 上面欠着金欠着银 反正挺好看的 所以起个挺风骚的名叫绣春刀 这个绣春刀 不是从大明时候才有的 很早就有 什么时候产生的 应该是汉武帝时候 汉武帝时候 咱们大伙都知道 魏清获取认 这些将领的北极匈武和匈武打仗 当时打仗的主要的体现 一个是马 一个是兵人 比如那个时候骑兵 汉武帝空前重视骑兵 这个两军交锋的时候 骑兵打仗 拿什么兵人 往往这个刀短平快 尤其是骑兵 咱们看亮剑里边 有那骑兵训练场面 你看拿那个刀 非常清洁 就是你拿着不沉 就不过一刀下去 可能这敌人就要你改手了 所以体现短平快特点 那么当时早期魏清获取病 带着士兵和匈奴打仗 骑兵用的什么兵人 剑 前面是尖 两边开刃 这刺也行 砍也行 还可以 可是它的毛病在哪呢 这个剑两边开刃 你注意 开刃就意味着你得薄 要不然它这个刃不锋利 两边开刃 那势必它整个的厚度不够 所以过去那宝剑 刺什么的没毛病 但是如果从当将砸那下子 容易给你打砸了 因为你两边开刃 它一定薄 所以这个毛病 两军对垒的时候就出现了 你这一挥剑 人家要拿一个 别的不用说 就一个铁棍 啪打去 要真把你打到剑横边 一下就打射了 再一个这剑 剑尖挺锋利 比方说 扎进敌人的铠甲和身体里 但你要拔出来 可飞了进来 它不方便 这剑的顶手是云手 不太方便 往处一拔 有时候劲使大 把自己手腕弄上了 所以当时汉武帝时期 要改革骑兵作战工具 当时发明叫还手刀 什么叫还手刀呢 这刀拿着 原来是两面开刃 现在改一面开刃 但刀尖保留 这前面一个尖 方便是刺 这头一面开刃 我这么拿着 搁这头砍行 这边不开刃 厚一点 比方这么厚 像开刃这边 足见的变窄 所以这样的 因为这头比较厚 其实我还可以砸对手 同时你横向打上 打到后这边 舍不了 所以当时把这个叫还手刀 到后来大明的时候就叫绣唇刀 它的特点是灵活 方便 快捡 实用性非常强 所以说这个绣唇刀 就是当初这个还手刀 当然这电影里头 这哥仨使的 不完全是这种绣唇刀 那个老大 有的是个三宝 老三使的是双刀 就老二 张震衍的神练 使的是鸡肋 绣唇刀的 所以这是绣唇刀 这一位的另外一个特征 飞鱼服 飞鱼服是啥 其实很简单 咱们看过去文臣武将 穿着袍子 上面里面绣着仙鹤 文官这是 绣狮子 这就是武官 飞鱼服就上面绣过飞鱼 表示它身份特征 说飞鱼什么 咱知道海上有那鱼 蹭起来飞过去了 不是那飞鱼 飞鱼是中国过去一个 就神话里的这种动物 什么特点 龙脑袋 鱼身子 然后长个翅膀 就虚拟的一个动物 飞鱼服 飞鱼服 在大明时候 尤其明朝末年的 奢华之风起来了 飞鱼服做的特别漂亮 里边金丝银线 绣着 显得特别好看 所以咱们看电影里边 锦衣卫这帮小伙子 长得难看 这身衣服一穿 人是衣服马上 一样是衣服看谁穿 那驾驶之后 也显得这些小伙子特帅 颜值特别高 所以咱们刚才说 飞鱼服绣春刀 这两样是锦衣卫的真实标识 就是电影取材 这个方面 这是真实的历史味道 不是虚构的 那么现在有不少观众朋友 可能不太清楚 这几个也是什么机构 明示开国 白费待兴 为了巩固大明江山 皇帝构想了一个严密的宫廷保护网 他专挑孤儿 授予命贪最残酷的训练 在法礼之内执行国法 在法礼之外排除异己 这个组组 这个组织被称为锦衣卫 你看南京有个地名叫孝陵卫 孝陵是什么呢 明朝皇帝的陵墓 卫是啥 卫队 孝陵卫就是给皇上开坟的卫队 锦衣卫是什么呢 也是皇上的卫队之一 大明朝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 皇帝身边有26支亲军卫队 像孝陵卫锦衣卫 这都是等皇上身边的 就归皇上直接调遣的 那么这些个卫队是怎么来的呢 1368年 朱元璋定督南京 当时叫英天府 定督南京之后呢 天下已经太平了 朱元璋没消灯 为什么 他说这个呀 跟我打仗的这些人 这能力可够大的 万一有一天 他们要造反不忠于我 这不坏了 但问题是呢 你怎么分辨谁是忠臣 谁是奸臣 这成本太大了 因为人心格斗皮 做事两不知 而且事情的发展变化 他今儿是忠臣 明天可能就变了 所以这个分辨中间的成本太高 朱元璋就想个主意 那我就来个效率高的 我不管你忠臣奸臣 我都看了 反正我心里踏实了 可是这些人有大功 皇上也不能明面的杀这些人 所以朱元璋呢 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的 他要单独的用一本人 皇上 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 挑选几百个干才 这些人 必须要年轻 忠诚 而且还要 大大心狠 这就是锦衣卫的来历 他又单独这么一会儿来完成 忠于皇上执行暗杀 间谍 刺杀 抓捕 这些行动 所以这个是锦衣卫最初的一个来历 朱元璋想通过这个呢 来实现他的这种想法 当然实现这个想法呢 这锦衣卫呢 你得能力大 锦衣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种兵 他是个间谍机构 主要是搜集 监视 对皇上不利的 你哪是可能造反的 或者他没想造反 给他罗治罪名 他主要搞的是间谍侦查工作 然后才是抓人 指挥师青龙听令 皇上密令 太傅赵真言 密谋造反 拙锦衣卫青龙 火速执法 倾此 臣锦衣卫指挥师青龙截止 说锦衣卫师不都武功高手 像电影里写的歌顶歌高来高走 立开 那不靠谱 说这锦衣卫训练到什么程度 这都什么人是锦衣卫 打小孤儿 没爹没妈 为啥没爹没妈 他好训练的 没有社会关系 像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 他才敢大闹天工人 所以说把这些孤儿弄一块 说怎么训练呢 让他们从小在一块就练武功 练完就打 往死了打 打残了打死了 开除 一熬 什么叫九犬一熬呢 咱说藏熬的熬 最早熬不是指的 就是西藏青海的藏伍是指什么呢 就比方说十个小狗仔给扔到洞里边 井里头 你不掐杖咬 最后九个都咬死了 剩下一个 这狗厉害 这狗就叫熬 不叫犬了 这叫九犬一熬 说这锦衣卫训练也用这方式 对不对 不靠谱 这胡编乱造 因为锦衣卫不是特种兵部队 他当然保护皇上 执行暗杀 抓捕 他得有两下子 但是他绝对不是特种兵类型人 他最主要工作是间谍工作 侦察监视 所以锦衣卫里头有高手 但可不都是高手 更多是属于侦察 暗地里刺探 干这个事不多 但尽管这样 人人都怕锦衣卫 为什么怕他呢 不是说他武功高 能耐大 因为他手里有皇上赋予他的特殊权利 这个权利使锦衣卫形成了一个小朝廷一样的机构 叫赵玉 赵就赵叔的赵 玉监玉的玉 什么叫赵玉呢 咱们看皇上一打开圣旨 奉天成玉 皇帝赵玉 就说这是皇上直接指挥下去 不走司法程 就我完全不必交给大理寺干什么审判 我把人弄回来了 只要他罩了 直接签字画牙成了 我就可以把他下大狱或者直接杀了 这用不着经过司法系统 你想想这帮人为了办案求效率 什么事干不出来 刑讯逼宫 这太常见了 什么招他都能使 根本就没有法官给你主示公道 所以你想当时满朝文武 哪有不怕捷衣卫的 当然老百姓很多不怕 他只要不造反不谋反没事 因为锦衣卫不会管到具体老百姓的事 主要是监视官吏 有的人说 看过去锦衣卫东厂西厂 说某某人驱大成招 不少人看直撇嘴 这人一直品质不坚定 一点不像革命先烈 怎么就驱大成招 我就不招 怎么着 你那是战士话不嫌腰疼 咱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你是受不了言行靠道 有人说革命先烈 两种人能受不了言行靠道 第一种有着强大的精神信仰 第二种是特殊训练的 他能逃过这个言行靠道 正常人基本上熬不过去 为什么呢 给你打到这种程度 超出了你肉体忍耐的极限程度 人家会产生两条 第一个 你别打我就行 我先不遭这罪 我求生 还有一种是 我死了得了吧 我求死 所以你看历史上有很多驱大成招 继续用刑 周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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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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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 下来的 梦上皇上的 都是希望 这是我们干的 那么后来景一被这个风头 一点点就被东场西场给盖过去了 你看这个电影里边写 东场的头子 西场头子往往是太监 魏忠贤就是东场头子 最后皇上呢 琢磨魏忠贤了 这个神恋 这里边把魏忠贤逼到脚就要杀他 我先说你甭跟我来这套了 你们各三没靠闪 要么能穷成这样吗 你们什么来的 这个东场怎么这么了解锦一被 这东场怎么来的呢 这是朱元璋之后的事 我们都是朱元璋的隔背把皇位传给他的孙子 建文帝朱宇文 惹恼了他的四儿子 燕王朱棣 朱棣当时呢 是在北京 这建文帝朱宇文在南京 这就叔叔造了侄子的反应 我要跟你多天下 后来经过静难之意呢 打一场仗 这个朱棣的活证 工作南京城里呢 找不着侄子 建文帝朱宇文不哪去 燕王 找到朱宇文了吗 肯定忽变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殿下 我以朱宇文跑掉的话 没有万一 传命 本王生要见人 死要见识 搜遍京城 也要找到朱宇文 肯定 是 为什么明城祖朱棣 让郑和夏西洋 据说有个重要原因 是找着 我这侄子哪儿去了 因为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这侄子要没了 他皇位的合法性不存在 即使是这样 满朝文武议论纷纷 说人家太祖皇帝朱元璋 把皇位给了孙子 你这叔叔因为没给你 你造什么反 所以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 这名城祖朱棣就觉得 对这些 对他统治根基 产生很大威胁的言论 要收拾 要抓这些人 可是怎么弄 说用解一位 问题解一位 是针对官吏部讲 解一位的头目 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武将 说白再亲信武将 这是外臣 解一位机构在皇宫之外 拾起来不大方便 中间传输信息都得经过几道程序 这时候明城祖朱棣觉得 我用内臣 内臣是谁 宦官 就太监 因为太监就在皇宫里边 皇上贴身 这样最直接 所以当时明城祖朱棣建立了东厂 明朝静太年间 宦官专权 在京城设立十二间 十三库 四四八局和二十四衙门 全清朝一 其中已负责情报监察部门的东厂 最为嚣张跋扈 东厂干嘛 也是承担这些间谍工作的 包括侦察 逮捕 暗杀 这些事 跟姐妹功能差不多 但是他离皇上最近 找着宦官就在身边 这很容易 比姐妹拾起来顺手 所以这个时候 东厂开始出现 而且后来 东厂势力越来越大 东厂势力大到什么程度呢 宦官是皇上身边的 极容易获得皇上信任 而姐妹头目是外臣 他不如宦官跟皇帝 天天在一块待着 这个姐妹的头目叫指挥使 指挥使向皇上请奏什么呢 得上奏折 而宦官东厂西厂头子 向皇帝请示 口头传打 直接找皇上 有这么事 我跟您说 你想这得省多少程序 到后来 东厂势力大的时候 姐妹指挥使 见到东厂头太监 得跪去磕头叫公公 那么说西厂什么呢 西厂啊 是个短命的特务机构 东西厂的头目呢 都是太监 而东厂西厂的所作所为呢 比锦衣卫呢 有过这儿无不及 你知道这太监当头 他更狠 他身体这残缺不全 那心里头变态 什么狠招都能使出 杨大人 还最硬 还最硬 行行 咱们的领导人 也多次讲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要强调任何人和组织 都要受法律约束 任何人和组织的活动 都要在法律框架之内 其实这是对几千年来 封建专制的一种反思 也是对东厂 西厂 几一位这几大特务机构 灾难性存在的一种反思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 大金眼拉面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